早晨六点半 最逊民族风的旋律 飘荡在鲁西平原的一座小乡镇 这座被农田包围的学校 就是杜兰口中学 最近十年 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课堂实验 杜兰口中学 正在成为中国客丐的生活 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络绎不绝 为限制人流 校方收取听课费用 每人每天二百六十元的门票 盘活了小镇经济 甚至让县里的宾馆 起死回生 对于师哥 我们要学会赏稀和品读 那么接下来 语文秀来就自己最喜欢的一段 或者是两段 来进行展示 请后三五个同学往前来 这是初一年级的语文课 一上课 云娜老师就把讲台交给了学生 美丽的珍珠链 历史的脊梁谷 古赵金 金赵来 先被赵子孙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创作的一幅 关于理想的对联 上联市 新大有理想 方坚持努力 下联市 人大有理想 可创造未来 旁极市 要制造 试镜堂 老师靠边站 学生们相互较劲 争取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这就是杜兰口中学的自主课堂 我们是自己主持课堂 自己提出问题 然后解答问题 如果你想要表现的话 就得去争取这个机会 你又得更加统地走动 我们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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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B分之3AB A扩大2倍是2A B扩大2倍是2B 分子3AB就变成了3 长2A长2B 我们三个根据分式的意义 即拓展出来的分式的概念 创编了一首歌曲 下面分享给大家 分式比分之A重 A-B是两个正式 两个是相处的小 分母之中还有字幕 世界教科文组织 对教育有关注解 教育即解放 我特别特别欣赏这个 把自己的风采 把自己对学习的理解 把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 突破的那一点 在众人面前 我把它释放出来 我把它讲解出来 我把它演绎出来 我说封闭的课堂 哪有这种机会 老师呢 谈一下老师的激烈感受 第一点 感动于今天的课 在同学们的表现非常优秀 第二点呢 受同学们的感染 老师也有一点成果 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分式运算并不难 把握运算顺序是关键 在杜兰口中学 老师在课堂上只准讲十分钟 讲多一分钟都要挨罚 教室取消了插央式课桌排放 并为以小组为单位 对桌而坐 八人一组 互相学习 随时讨论 每间教室都标配有四面大黑板 学生们可以随时将学习所得板输到上面 供老师和同学批改 有参观者说四面黑板的创意应该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 教师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呢 它被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这是天地军清师这样子的排序 但是在新的教育事业当中呢 它教师正在走下神坛 它越来越被视为是一个学生的合作者和指导者 老师的作用是营造一个机会 提供一个舞台 制作一个很博大的空间 让每个学生在这个时空 在这个课堂上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我说这个字老师解放了 解决了 那学生的后续发展 那绝对不是我们当下的教育 杜兰口中学的教改旋风 起源于1997年崔奇生调任校长 当时这所初级中学连续十年 在山东省中学教育排名最末 教学完全失控 学生辍学严重 有的班级仅剩下十来名学生 学校账面上没有一分钱 随时可能被撤并 好多老师不上课 打扑克牌 山东人打扑克牌 有一种扑克游戏叫打勾击 第六个人打 六个人打 至少有六个人围观 课堂上睡觉的 打打闹闹的 小动物不断 课下来我把这些同学叫到一边 我说校长对你课堂听 你怎么还睡 校长 我也不是不想学 就是因为 老师讲的这一通 我一个字也不理解 跟不上 不知道老师说的什么 像讲天书一样 所以我在那里 我这融入不了 我没办法 我不睡觉 我在那里耐不住 杜朗口中学的教师绝大多数只有中职学历 授课水平低 崔其生索性提出 让学生走上讲台代替老师讲课 许多人不知道 这个颠覆性的想法来源于崔校长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在高一当学生的时候 中段考试也叫中期考试 考了数学 考了全班的倒数第五 四十七 有一次呢 他的老师要到县教育局去开会 然后呢 就把他叫来说 明天你来当小老师 你给同学们来讲明天的数学课 为了把这个题目讲得好 讲得让同学们听得明白 我说得更有道理 我自学 他当时个子比较矮 他蹬着那个凳子 站到那个黑板前 给大家讲 而且讲得大家都听懂了 很佩服他 尤其是后边那个同学 我坐在课桌上 他就用小拳头 一次两次在我的背上 他今天怪了 今天从你讲的 我感觉到比老师讲的 我感觉到听着明白 他马上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有原来的考试成绩非常低 一下子成了优秀生了 一天列宁的妻子批评斯大林 非常专制 你是独裁者 你是专制者 你再说 你再说就协谱 你不是列宁的妻子 通过这种笑话 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我认为斯大林在政治上 非常的专制 美国国家教育中心实验表明 教师采用灌输式授课 24小时后 学生的知识巩固率为5% 学生在交流合作中学习 知识巩固率为50% 然而 让孩子们自己教自己 最难以接受的是老师 在以前的课堂中 我总认为 这一堂课45分钟 全部交给我 从一上课就开始讲 讲到下课 有时候还感觉着 讲得不够透 现在猛然间 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孩子们 自己感觉到心中很没底 一度崔奇生和老师们 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不断有老师 为他从讲台上 硬生生拽下来 除此之外 他还下令取消作业 每天晚上的两节自习课 学生按照老师布置的导学案 以组为单位 预习第二天的功课 每节课都学在课堂前面 到后来我们发现 效果出来了 真正的让孩子们退到台前 孩子们上课的精神状态变了 孩子们学习了 因为他要当主人啊 他要去展示啊 甚至学生不会讲 在讲的过程出错了 价值更大 我发现他呢 让一个好的同学帮一帮他 我叫人过来 你再说一遍 那么他在这个现场下 要说会的 要会说了 要会说了不是进步了吗 当时呢 我们只有前边有一个黑板 当真正的老师退下讲台 让学生来讲的话 那学生非常的积极踊跃 所以都抢的不可开交 所以前边呢 只能有12个学生在板面上 然后呢 就进而发展到 有的老师就提出 我们把后边的教室的学习原地 也可以用起来 那个写满了 有一个班级的学生呢 就跑到我们原来教室破铁门上 门坏掉了 用一个铁皮张上 学生又把字写在那里 然后呢 又有学生写到教室外 那个水泥平台上 所以呢 崔校长就想到了 我们为什么不在教室 设更多的黑板 因为难免呢 要用来采光 所以就在教室的走廊里 设置了同等长度的大白黑板 如此一年的坚持之后 东南口中学的中考成绩 竟从持平线到处第一名 跃升至中等水平 此后长年稳定在 全线前三名 太棒了 站在学生角度去思考 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 这个方法做的是太好了 最深刻的就是 学生的展示 特别增加 学生很开心的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学生开心健康 我觉得是教育就成功了 从陆流学校到课台成功的点化 渡廊口模式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 迄今为止 前来取经的各地教师 已经超过一百万 一所乡村中学的另类教改 正以一种被观摩的方式传播开来 渡廊口中学的孩子都是农民的子女 周末结束一周的学习回到家中 他们大多要充当父母的帮手 下地干活或者照顾弟妹 从小到大 有一个梦想在他们心中越来越清晰 读大学 过有尊严的生活 因为进了渡廊口中学 这个梦想变得不再遥远 对于农村的老百姓来讲 孩子如果生放学 他们是担心的 那我们如果没有了孩子成绩的保障 那我们老师也觉得是愧疚的 那么对上级领导来讲 他就是不放心的 所以这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指挥棒变不了的情况下 我们尽可能的把学生的积极主动 欢快情绪调动到最佳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对每一个局部的改革 每一手下的改革 过于的苛求 其实希望他完成所有的使命 而实际上呢 东南口现在的这种 学生主体课堂 小组学习的模式 也有超越应识教育的价值 就是学生的表达能力特别好 自信心特别高 山东省一个老领导叫马昭 在课堂里听了一节课 刚出教室没口 课堂里这些孩子 几十个孩子跑出去了 在走廊里把老人 老人家给围拢起来 老领导老专家不能走 我们给你提问起 我们地处的农村 和省会济南的孩子 通过课堂比一比 我们的优势何在 我们的弱势何在 提了好多问题 马昭 他说这个孩子 即使生不上学 在家里种菜 上集市上卖菜 他是好用的 他表达能力强 他沟通能力强 他勇敢 我相信他下午 能够超越这个层面 能够追求真正意义上的 有质量的教育 不仅仅是达到 这个应识的目标